吃一会儿嘛 鹅汤 然后沙利家里获得失败 两鹅汤 他们两半排就很好吃 嗯 说好的面店怎么没人吃面 这次开始我们就吃简单的买的面 超爽的 每次吃的味道还可以 他们就想一想 为什么在这吃中午在这吃 还是说我们苹果一点在意 就建议我们贴着啥菜的 对呀 谁说面店只能卖面 不过面店的面必须得拿得出手 这家口味鲜的面 最特别的就是他们家的料 吃起来有点像薄薄鸡 如果你追求口味 绝对是amazing 如果你追求健康呢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油腻 同样的口味还有超手 这两样是他们家的正店之宝 不过丑守全场 好像吃其他菜的人更多呢 冬天还有喝多年了呢 拿个塑料吧 就经常在他们家吃吗 嗯 对 吃了有多久了 好几年了 大个小姐他们点的呢 就住在这儿附近的嘛 我们小小姐在这儿 那你一般是中午吃吗 中午跟晚上随随都可以来 我们住的比较近 对 就是 属于老乘国的味道啊 这食命大家都还是比较运气 这个时候呢 感觉味道比较好 我们是2005年期分开的 到现在都是16、15年了 知道吗 现在大宅杯都可以吃 我们这儿呢就适合 适合比如上班的啊 或者是住家的啊 客户的啊 或者是外地人 你真的是家的 我们也是属于这种 在店里不能看出 这是一家夫妻店 老板娘忙着点菜收钱 老板呢就忙着上菜 虽然非常忙碌 不过能看出 两个人都是相当熟练的 来 看下两个了 喜欢肉汤 烧菜 整菜好 再会用我们点满的 老板是一城市 城市 城市 城市经营 收获了不少的 所以我出去的 还收获还可以 要说环境 真的是有那么一点普通 可是午休时间短 上菜速度超快 绝对是这家店很大的优势 虽然是小本生意 不过老板也有着大大的梦想 当然还是想把这个 穿的自己的资源 把自己经营下去 毕竟是住了一二十年的 一二十年的事业吧 虽然不是好大的成就 但是还是有小的成就感 穿成啥 只有王姐的学员 放着家里的老字号餐馆不继承 跑来跟小编抢饭碗 看来这位参二代 也是一位拒绝躺平的年轻人 那就放马过来吧 你看下来吧 看来吧 最近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